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以0、1、2、3、4、5等6個數字做成一個四位數 但數字不得重複使用 則此四位數中是5的倍數有幾個 那這四位數當中的話 他第一位數一定不能是0 那說要排除掉 也就是說第一位數是0的要排除掉 所以這個也是等於所有的狀況數 所有的狀況數扣掉什麼呢 扣掉第一位數是0的 第一位數是0的 所有的狀況數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五的倍數 四位數中五的倍數 那五的倍數這裡有兩種填法 就是說填0或是5 有兩種填法 其他就是隨便填的 隨便填的話 因為你填那個數字 剩下五個數字 填這個的話 有五種方法 填完以後剩下四個數字 剩下三個數字 就有三個方法 所以他所有的狀況數有多少呢 有五乘以四乘以三乘以二 那扣掉什麼呢 扣掉第一個數字是0 第一個數字是0 有一種方法 然後但他又必須是五的倍數嘛 所以這裡只能填五 有一種方法 其他隨便填 現在的話 六個數字填去兩個 所以剩下四個 所以填這個有四種方法 填這個有三方法 或是調過來也可以 一個四種方法 一個就是一個三種方法 一用填法原理 就是一乘以四乘以三乘以一 所以這樣的話 有多少 四乘三可以抽出來 十二 那乘以多少 五二等死十結一是九 所以總共多少 九二十八 即一一百零八 有一百零八總方法